- 剪頭髮的嗎? -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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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過我覺得蠻不像我的風格的 - 蠻像八加九的 - 所以有點後悔 - 當然也沒關係啦 剪了都剪了 - 我感覺我這樣短頭髮超像八加九的 - 我應該戴個帽子的 - 沒事就好了啦 - 反正我的台又不是靠臉吃飯了對不對 - 哪有差啊 - 靠腰講得好像我自己靠臉吃飯一樣 - 欸對喔 我明天要去女校欸 - 剛我剪這個垃圾頭髮要被笑了 - 完蛋 - 我會想說有一個八加九走到學校啊 - 哇操 - 明天一定要戴帽子 - 他們根本不在乎好嗎? - 你又知道了 - 你我學生是不是啊? - 主播這個頭髮是阿嬤幫我剪的嗎? - 花五百五十塊剪 - 不要再問了 - 通貨膨罩這麼嚴重 - 這要說五百五 - 哇 我沒辦法啦 - 而且你們知道嗎 - 那個理髮師還跟我聊很多欸 - 就一個妹妹就說 - 上次也是給她剪吧 - 上次我就在那邊看比賽 - 她就說 - 欸你這次怎麼沒有 - 拿手機在那邊看遊戲啦 - 我就想說幹他媽的 - 我有這麼窄嗎? - 我有看起來這麼窄嗎? - 然後我就說 - 因為今天沒有比賽可以看 - 她就跟我尬聊 - 她就說什麼 - 她在玩什麼PUBGM什麼的 - 然後我說什麼 - 平常有沒有看什麼美劇什麼的 - 我就說欸沒有 - 我就看動漫 - 幹 - 我真的好可悲喔 - 我的天哪 - 為什麼會這樣啊 - 不說了不說了 - 欸主播要不要看一下從之後的蝎子技能 - 蛤? - 靠蝎子怎麼長得那麼像那個啊 - 遊戲網的裡面那個什麼啊 - Q - 蛤? 搬石頭 - 哇這什麼東西 - 壹 - 哇 - 推土機喔 - 哇 - 這個好像可以無視地形耶對不對 - 妳看 - 它可以穿越地形耶 - 它可以從石頭中出來耶 - 哇丟石頭 - 打biu - 哇 - 地震 - 喔? - 這樣可以打上嗎? - 還是繼續打野 - 還可以耶 - 算有創意吧 - 欸主播 - 在YT看到TW是台灣中立 - 對那很過分嗎 - 哇 - 講到這個我就覺得 - 到底為什麼一堆人都會喜歡嘲笑 - 那個越南的那個口音 - 或者是說什麼 - 外勞什麼的 - 當然不是我講的 - 但我覺得這很沒意義耶你知道嗎 - 歧視別人幹嘛啊 - 人家才打比賽的 - 歧視別人幹嘛啊 - 或者是說什麼別人口音很難聽 - 欸我這覺得就沒必要 - 應該說啦 - 台灣人也沒有被掃歧視 - 怎麼還去歧視別人 - 這就跟什麼 - 欸大家歧視看VTuber的人 - 看日V的人 - 又歧視看台V的人 - 看女台V的人 - 又在歧視看男台V的人 - 對吧 - 就是類似這種循環 - 我也不會特別歧視看抖音的啊 - 當然抖音有檔產影片 - 可是Youtube應該也有吧 - 應該說我應該要討厭的是那些 - 拍那些影片的 - 而不是抖音 - 你任何的媒體載體 - 任何的事物 - 絕對都有老鼠屎啊 - 你要有分辨資訊好壞的能力嘛 - 而不是什麼 - 看到這個就討厭抖音討厭抖音 - 主播Excel怎麼學的 - 其實我的Excel蠻爛的 - 我是自學啦 - 可是其實我蠻爛 - 我只是比較常用而已 - 不是啊 - 我覺得啦 - 我覺得是這樣子 - 你們覺得我Excel還不錯 - 我是高興 - 但是我知道我很爛 - 你們沒有看過更猛的人 - 我這個充其量只是說我 - 比較熟練 - 知道有哪些公式可以套而已 - 沒有沒有 - 其實我的動作很卡 - 我很多不必要的動作 - 而且我沒有很常用快捷鍵 - 要不要交粉絲Excel - 我有說過啊 - 如果有人有Excel的問題 - 可以來粉專密我 - 沒有啦 - 你們有沒有看過Excel - 還可以拿來做遊戲啊 - 反正Excel真的很多花招 - 但我沒辦法 - 進LINE群會有教學嗎 - 你不用進LINE群啊 - 你只要私訊我粉專 - 你願意私訊我就好了 - 主播 - 亞運金牌戰會贏韓國嗎 - 我覺得會被2比0耶 - 你怎麼看 - 你說棒球 - 今天有贏中國嗎 - 4比1贏了 - 不是 - 中國怎麼變那麼強啊 - 我以為中國會屌虐的 - 結果中國昨天贏日本 - 我嚇到 - 我這原地嚇到了真的 - 中華隊今天打現很悶 - 我真心是這麼覺得啦 - 我覺得中國只要認真打棒球的話 - 中華隊一定會輸的 - 我說如果他們認真打棒球的話 - 認真喔 - 怎麼二三十年後啊 - 足球長那樣 - 那你覺得他們足球算認真玩的嗎 - 我覺得認真玩的定義是 - 他們像桌球那樣玩 - 中國的桌球那種就是很認真玩 - 我們就先不管有沒有貪污什麼的嘛 - 所以我就說認真嘛 - 我的認真的定義就是 - 但是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 以人口基數下去的話就有點難 - 桌球這成績好我才覺得非常認真 - 算了我不想糾結這個問題 - 每次講到中國相關的問題 - 就會引發論戰你知道嗎 - 我只是覺得說 - 中國認真打會贏 - 這個事情沒有對錯 - 我自己是覺得啦 - 其實不用每個項目都很認真玩到第一啊 - 我覺得每一個項目都自在參 - 不要說自在參加啦 - 有一點不錯的競爭力就夠了 - 就讓大家不要說什麼出生在台灣 - 就一定要打棒球才有前途啊 - 或者是出生在哪裡 - 打什麼才有前途 - 這樣就有點可惜耶 - 如果每個項目都可以均衡發展的話 - 不用到每個項目都拿到金牌啊 - 我覺得每個項目都有點競爭力的話就不錯啦 - 魚丸是王健民時代的嗎 - 靠北王健民時代耶 - 你是說我小時候是看王健民比賽 - 還是我跟王健民同時代耶 - 靠腰 - 你要講清楚耶 - 看王健民長大的嗎 - 王健民是我學長啊 - 大我很多屆的學長 - 就以前我們都是從學國小的 - 二零二六年亞運在日本名古屋 - 電競項目保留 - 預計還是會有英雄聯盟 - 街霸也肯定會在 - 不過會從街霸五換成街霸六 - 涉及遊戲最大入選的可能是 - 無謂契約 - 挖羅蘭 - 挖羅蘭應該可以吧 - 下一屆選手都老了 - 手術跟不上 - 但我初開還能進 - 挖羅蘭是目前主流電界裡面 - 各國家實力最接近的項目了 - 真的嗎 - 其他的像中國、香港、台灣 - 以及馬來都有希望打出來 - 喔 - 它這是什麼 - 中國 - 香港 - 台灣 - 是不是 - 欸那個下一次亞運 - 跟大家講一下 - 是2026年啊 - 就是三年後 - 那如果中華隊真的要找三個人 - 最有機會會是誰啊 - 你們覺得 - 我感覺上路 - 應該是阿智或者是車長 - 個人猜的 - 打野的話 - 俊佳不知道還能不能 - 沒當過兵的 - 不是 - 當不當兵無所謂吧 - 你要免疫勝你家的事啊 - 中路的話 - 敏智或者是看紅Q能不能長起來吧 - 如果紅Q在這三年內長得起來的話 - 可以 - 但是我覺得應該很難 - 阿不然就是看FORFOR到時候還能不能 - FORFOR或者是敏智 - 中華誰 - 米安 - 還是MAPO在打 - 高國慶 - 高國慶先發一壘 - 那場是那個誰 - 林梓豪的退賽 - 冒安 - 呃 - 冒安也有機會 - 如果 - 下路的話會是誰 - 順 - 我覺得水精靈不行 - 感覺WACO那個時候老了 - 對 - 柴犬應該還可以 - 柴犬現在才剛 - 二十對不對 - 一定柴犬 - 一定柴犬 - 輔助的話誰 - 小溪 - 無敵 - 蛇蛇感覺不行了吧 - 阿不過 - 如果輔助到時候還好 - 還是蛇蛇硬打 - 感覺小溪吧 - 如果沒有蛇蛇就小溪 - 阿然後教練我覺得 - 會不會是Benny阿 - 或是科基 - 我覺得 - 教練年紀還好 - 或是李寧的那個波比嗎 - 還有BLG的阿威都可以 - 教練很多阿 - 教練就看到時候 - 隊伍的成績決定就可以 - 欸PSG今年 - 很不公平耶 - 你們知道嗎 - 往年世界賽只能帶六個人 - 所以前幾年世界賽 - 國際賽我都沒有跟去 - 結果今年PSG帶第七個人 - 把封鎖也帶去了 - 靠腰 - 我之前都沒去到耶 - 我感覺PSG欠我兩趟冰島 - 不是阿怎麼會這樣 - 你自己出錢就能帶 - 沒有不是 - 這次是公司出的 - 你聊到這個團地有什麼想法嗎 - 等一下 - 就可能 - 啊 - 不要不要講出來 - PCS大概是兩分 - 哥 - 喔River哥 - 嗚嗚 - 感覺在拍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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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俊佳說得好 - 彼此是平等的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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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尼大匠這個名稱可是我們珠珠寶貝取的 - 最猛大匠 - 大匠 - 大匠叫我們撤退了 - 我們是小兵 - 大匠的話 - 大匠 SGS 新加坡先鋒 泡娘 大匠 這個大匠跟低能兒一樣 我們先走了 不能被卡特刷 這什麼時候阿 2013年4月17號 風塘歲月已經無人能擋了 大匠 你在幹嘛 結果現在在世界賽轉播台的是大匠 在下面打的還是瘋塔 誒是說你們覺得 Chowy的轉播怎麼樣阿 我覺得挺屌的誒 誒是說剛剛不是有一個那個什麼 大匠湊綠茶那個嗎 如果教練是綠茶的話可能要被罵了 要被罵了 聽起來也是有經驗是吧 有聽過 這場老罵了這個 看一下那個綠茶的回應 很好笑 靠腰人家沒有講什麼 他把TSN帶的蠻好的其實 TSN 吹跑 全仇十萬叫你跟大匠打 會打嗎 沒有一百萬不打 靠腰跟大匠打 那不吹個兩拳就要死了 怎麼打 我們後台見 每年都在 aurait的 我已經看到了 就是 誰 帶大的 既然是 賣 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